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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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這一個禮拜以來 我們最關注的 就是南北韓的元首呢 在很不容易的姻緣 能夠有一席談 這是一個轉折 當然也合乎大家的希望 因為每一個人都希望 能夠和平安樂 都希望能夠免於恐懼 災難 那麼一個人 人生的轉折 會有 許多的階段 當你一心 有一個目標 要達到的時候 要全力以赴 當達到以後 發現呢 原來是這麼回事 又會有一個新的想法 甚至於 會推翻 原來的 價值觀 所以我們 可以看到 一些 富有的人 在他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會把他所辛苦努力的成果 全部立下遺書捐出來 或者去做一些過去 他沒想到 不知道 其他的事情 用他的一些資源 去做 跟原來 價值觀不一樣的事情 原來是為了 名利在做 可能一夜之間發現 原來 名利不能給自己帶來快樂 開始做 跟名利沒有關係的事情 那麼這個轉折 心念的改變 也可以說 是一種認錯 那麼 趕快 就安排 改變 改變 依我們過去 所知 民以實為天 所有的人都希望 安居樂業 那麼當一個人 得到一些想要的 會發現自己 並不自由自在 都要 防 防止 危險 防止 有信任 那麼 不會再信任人 那麼不會再信任人 一個有決心的人 會從這裡看到 自己呢 被這個 欲望的牢籠 所觀察 當他有一天 看到另外一個世界 他會很向往 他知道原來自己的價值觀 是應該突破了 或者調整了 所以過去 我們也 有過很大的突破 很多國家都是因為突破 開放 才有後面的 進步 進步 或者說 競爭 而進步 那麼 大家明白 來 只有 只有 繼續的 進步 打開 既有的鎖鏈 才有 看得到 未來 所以 人 本來就是在修行 在修煉 所學的 其實就是一個 智慧 雖然 可能不是學佛 但是能夠有智慧 去明白 去明白 怎麼樣 山不轉 路轉 路不轉 人轉 或者有的更清楚 它能夠從無常裡面 也能夠 轉為 讓自己的智慧增長 像佛陀就是這樣 在沒有佛陀以前 並沒有佛教 沒有佛法 佛陀從孫老病死的無常 生起了 慈悲心 那麼也明白了苦空無常 以 有來說 生哪 病死 以現象來說 苦空無常 那麼以解決方案來說 苦極滅道 所以佛陀也做了一個很大的轉折 捨 捨棄了 既得禮儀 因為佛已經知道 看到真相 他不會再不痛快 馬上安排 離開這個現象 離開這個現象 就是 看到苦空無常 看到孫老病死 不能再這樣自己感覺良好了 那麼佛陀 在追求解決方案 苦極滅道的過程 當然 當然 也會從既有的方法 去體驗 但後來發現 中道 才能夠持續走下去 才能夠持續走下去 就像琴 不能繃得太緊 也不能放得太鬆 都彈不下去 只有在中道 不落兩邊 而要能夠體認 本來無一物 知道心佛眾生 無差別 佛是用願力 將這個色身 克其取正 那麼 這裡面 有痛快的 慚愧心 因為 過去都不知道 也有慈悲心 那麼 也願心平等 當然 這裡面也包含了 抱世眾恩的觀念 並且呢 有了出離心的 解脫的概念 這樣的因緣 我說 克其取正 在普利素下 破了 我法 法是一切的現象 一切的所知 我 是一般人 所認為 這個身是我 這個眼裡鼻子的身意 是我 他因為 克其取正 把我給放下 不取正確 不取正確 他不出頂 所以同樣呢 大家在修 發心不一樣 過就不一樣 用想的 用想的 跟你真正的捨棄了 又不一樣 所以 願行 才有正果 佛陀 佛陀 因為 這樣的 可以說 六心 加上 後面的正無空性 這個身 已經轉成 道用 已經不再是 我們所說的 由我向 人向 眾生向 受者向 一切 一切眾生 跟這個心 跟佛性 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佛陀 即使說 有眾生可渡 看成眾生是自己的小孩 或者是自己的 過去的父母 乃至於 心佛眾生 都沒有差別 這個我呢 跟阿羅漢一樣 已經破了 所知的一切法 學來的這些 也全部破了 即使要 度化眾生 也知道 三輪體性空的真相 當然 還是會去做 去 講法 但也是隨身因緣 來講 來轉 變 來絕有情 所以佛 在 菩提宿下 那麼 要講法言的時候 講法言的時候 講法言的時候 能夠真的聽懂的 眾生 非常的爽 所以還是呢 回到基礎 講四地方 講四地方 對人 是可以成佛的 但不是為了成佛 成佛 是為了 服務 佛的身教 是這個樣子 對佛的身教 後面的言教 也是一樣 循循善佑 那麼 同樣 今天我們看到無常 一剎那 一場火 就讓 幾位 打火的英雄 喪失了寶貴的性命 所以 為什麼 佛陀 會講 三界火 來 這個火場呢 很危險 佛菩薩呢 不停地 方便 進來救火 不顧自己 不顧自己 這也是一種逆行 明知 危險 而去為 不是為了自己 是為了自己的願 在那邊 在那邊 因為 我們前面有避遇過 眾生 在火宅裡面 還感覺良好 不知道什麼時候呢 會忽然間 像閃電一樣 火過來 讓自己呢 一點時間都沒有 就燒焦了 因為這種閃火 或者這種空隙的染污 污濁 真的是沒地方可以逃 或者忽然間的 崩裂壞 倒塌 不管是壓 或者自己呢 往下 沉下去 我們講的 隕石 或者 地震 低裂 都有可能 這火宅就是這樣 那麼溫馳效應 火山 或者戰爭的火 這跟火宅 火山 是一樣的 空氣裡面的毒 食物裡面的 問題 那火宅是一樣的 我們自己沒有正確的資訊 我們自己沒有正確的資訊 走錯的地方 不知道出離 在那裡面繞 甚至於 有想要出離 甚至於 卻走路顯露 入錯門 越走越遠 這個現象都存在 甚至於 甚至於 有的踏到陷阱 拔不出來 還感覺良好 這個現象呢 跟火場是一樣的 跟火場 打火的兄弟 卻 前補後懼的 希望來覺醒我們 看清楚方向 認清楚 真假 要放下 並且要放下 在這個火宅裡面 你最愛的東西 最想要的東西 而且要痛快把握人生 一腳奉行 才出得了這個火場 而這些大杯水 就像消防的用水 讓我們清涼 有空檔 可以一條路出來 讓腦袋清醒 從 迷霧當中 看到安全門 逃生門的燈 所以希望 我們藉這個靜 也來練這個心 雖然看到無常 但也警惕我們 隨時呢 無常就在 自己的身邊 真的要把握 人生 那明天呢 是 倫體菩薩 倫體佛母 倫體觀音的聖戰 我們知道 倫體佛母 也是觀世音菩薩的視線 那也是來 度我們 人的 方便視線 人道的方便視線 那麼在佛教道教都有供奉 整體菩薩 一般我們看到的 就是十八壁 那麼也是可以度我們十八戒 的這些迷惑 我們就是因為 有了這根層式的 六根 它的作用 從這些 承染 承擾 讓我們浪費生命 或者認假為真 讓自己的 生命 就這樣過 我們今天 如果要處理火宅 你肩上 扛得很重 因為呢 放不下 用我 要處理火宅 是很辛苦的 因為不管行菩薩道 三輪體行空 或者是修二聖 都是要放下 所以 整體 整體菩薩 也可以像佛母一樣來 照顧我們這些小孩 也可以像菩薩一樣 卑至雙韻 隨身我們的姻緣 就把我們 當然天助自助 我們在十八戒裡面 看似從哪一門 深入去修 有的從耳根 有的從眼 有的從舌根 有的從身都有 但仍然 Fortune saying 五雲解孔 當然也有 其它的修法 那麼不外乎 都是把火箭生箭 同時把它修掉 不管是關空關甲 這些關 或者藉由身體的氣息 修界定慧 有些人不明因果 他認為自己是在修定 因為你不知道因果 認為坐在這裡叫做修定 自己觀念不對 修的不是正定 而且煩惱一堆 頁緣都沒有去消 去化解都沒有 這是我們一般講的血見在修定 所以我們才講戒定慧 那麼真正的手這個戒 才有可能得到正定 能夠處理 能夠處理 欲界 甚至於 處理天界 所以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從社會的現象 能夠醒覺 覺躁到自己 是不是能夠有所體認 能夠有所體認 那麼自己呢 還認為自己呢 還認為自己在這個 時空裡面 而且呢 還有我相跟人相 還有這些恩怨情仇 放不下走 放不下走不開 那麼一個真正修行的人 活著的時候 能夠把自己的身心的狀況 能夠了解 然後呢 去施修 去對所緣的靜 去訓修 那麼確實 活著的時候呢 自己就跟空氣一樣 無所住 雖然呢 見山還是山 但是已經 不管是 不受厚友 還是 六波羅蜜的 真空廟友 其實 不停的在破 這些污名煩惱 因為它是 不停的要 突破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今天祭祀七星 它合起來 還是 一件事 就跟佛有十個名號 合起來 還是 一件事 同時 同時 聚主 我希望大家明白 這樣的 因緣 道理 法則 然後 不需此生 並且 並且呢 我們 聽軍文法 我們自己呢 也可以呢 做一個 弘法者 不一定要 講經所法 但是我們有這個 智慧 因為我們有教理的基礎 我們自己把它吸收 消化了以後 用正確的觀念 把正確的能量 散播出去 雖然不容易 但它可能是一個種子 因緣成熟 觸及到的時候 會轉變的 會轉 很快的 忽然間 懂了 就像 六祖 雖然有過去生的根器 它一接觸金剛經 忽然間就懂了 不一定要讀很多書 所以我們持續的 尋修 但是有時候呢 你要真的 明星見星 是需要一些因緣 然後那因緣呢 也沒有辦法 去 規劃設計 因為兩族尊 你要走哪條路 修怎麼樣的法門 快慢 也沒有碰到 善知識的因緣 真的 不是你能夠 自己去規劃的 但是 心願行 這個是要落實的 你只要落實的 你只要落實的 就會有最好的安排 好 我們再來講 這個法華經 我們合掌 彈嘉獎 既然要乾淨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我們上個禮拜是講到 這個大雲雨 灑下來 在這個樹 這個樹呢 讓所有的職業 都得到潤澤 各隨著它的因緣來成長 我們講過這個樹 也是我們的業力 大如虛弥山的業力 然後在六道 在三界所源 就是這個 虛弥山 那麼當我們呢 今天歸於了三寶 不管你是怎麼樣的因緣 這個三界呢 變成歸於境 也變成佛法生三寶 那麼透過四一法 裡面一樣有自己的師長 那麼可能是三之四 不同的畫線 然後一樣 也是變成像樹一樣的三界 而我們自己 也同樣呢 會因為這樣的轉變 發起了菩提心 而這樣的虛弥山 卻轉成菩提樹 那麼 跟我們的 所源的歸於的因緣 事不二 所以呢 以對境 來修自性的歸於 自性的三寶 或者說自性的上師 因為上師 以歸於境來說 就是一 而這個一就是菩提心 那麼菩提種 菩提樹 那麼才有菩提道 這個樹才會長 那麼才有所謂的菩薩道 然後成佛 你看我們在一棵樹的成長 我們會把它修 我們會把它修 讓它能夠成長的高一點 那麼會給它養分 讓它茁壯 讓它茁壯 那麼有一些呢 也會出一些病 這些都是我們呢 自己的這棵樹 怎麼樣呢 上求佛道 下立眾生 那麼外歸於 到自性的歸於 我們剛剛講過 內外 實際上心佛是不餓的 所以這樣的譬喻 我們就更清楚 怎麼樣來看待 我們繼續講 如來說法 一相一味 所謂解脫相 離相 滅相 究竟至於一切總之 其有眾生 聞如來法 若持獨誦 如說修行 所得功德 不自覺之 那麼這個地方 講的一相一味 解脫相 離相 滅相 這樣子 繼續到一切總之 這一相一味 一相來說呢 我們一般講就是十相 所以它是一 已經沒有所謂的方便 就是講都是十相 那麼佛 又在講 這個一味 就是在講一 也就是講一聖 就像我們講這個樹 它是一地 所生 或者說這個語呢 是一語 所論 所以 可能有分三聖 但是實際上 就是一個教育的系統 小學中學大學 它實際上是一 它實際上是一 當然我們可能 還在小學 但終究呢 以佛來說 它就是一個 出了社會的博士 入世出世 教理 運用 都圓滿 那麼這裡講的 解脫相 離相 滅相 乃至於呢 究竟到一切的總之 這一段是在解釋 一相一味 一相一味 那麼解脫 我們知道解脫 六大解脫生死 這個叫做解脫相 離相呢 離的呢 是有空兩邊 然後去向中大 不落兩邊 那麼不向敲敲板 有一邊高一邊低 沒有 平等 這個叫做離相 那麼最後的滅相 所謂的滅 這地方講的是涅槃 你今天這個路走過 走進去 離相了 那麼最後呢 是苦因苦果呢 這些輪迴的因 跟所謂的果報 都已經滅 所以呢 就是滅相 那麼我們一般講的滅相 是哪裡 就是長期光淨土 也就是它已經實質上 沒有一切的相 我們三界呢 一般就講玉界 色界 五色界 全部果 而且呢 因跟果 我們中字裡面的 第八義式裡面的 這些 都已經圓滿 那麼這裡的一項呢 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有分五聖 那麼實質上呢 它還是 它還是 以樹的這個 樹感來說 它是其上它還是一聖 所以它最後呢 還是呢 究竟至於一切種子 就是講的一味 那我們知道一切種子 就是在說 我們二聖裡面有一切子 那麼菩薩呢 它有這個種子 就是道種子 那麼佛呢 是一切種子 那麼這三種子 實際上佛都具足 那麼這三種子 也都是佛所具有的 就像小學 中學 大學 這些智慧 都是佛的智慧 那麼如果以 我們講天台的子觀來講 佛它可以呢 從這個空觀 來 證得一切字 也可以從 假觀 來觀照 像菩薩一樣證得 道種子 那麼也可以從 假空 不餓 再從我們剛剛講的 中道 這樣子 所謂的空觀假觀 中觀 而側見了 我們所說的十項 這個就是 一切種子 那麼 整段講起來就是說 如來它所說的法 都是一象 一味 所謂 一象 就是 能夠解脫生死 輪迴的解脫象 能夠離於有空兩邊的離象 而且能夠滅 苦運苦果的滅象 那麼 那 這個就是 到一切種子 當然 我們講的很多的方便 實際上呢 最後 還是 歸到 一切種子 那麼 眾生 聽如來的說法 如果能夠 一腳奉行 去受 詞 去讀誦 或者過去呢 有的就是超經 超血 那麼所得的功德 我們剛剛講 佛它本身 智慧呢 三種呢 都具足 它的教理呢 是圓融的 實際上是一 但是每一個人 切入的 它的因緣跟去 展現的 就不一樣 那麼都有它的因緣 從五聖呢 驅入 這個一佛聖 這樣子展現出來它的修行 所以這一段的意思 就這樣 又繼續講 所以者 何 唯有如來 知此眾生 總相 體性 念何事 思何事 修何事 雲何念 雲何思 雲何修 以何法念 以何法思 以何法修 以何法得 何法 眾生住於種種之地 唯有如來 如實見之 明了外 如比 惠木叢林 朱藥草等 而不自知 上中下性 那麼這一整段是在講 只有佛能夠知 那麼也在講眾生 是不知的 那麼這裡的總相體性 這個是講這四種的法則 佛呢 唯有佛知 什麼叫總 就是你 這個人 你過去的 你的習性 你相應的 你相應的 五聖的 這個種 那麼 這個 眾生所顯現出來的 形貌 例如說我們一樣都是人 但是它的內的 夜陰 它的個性 這個我們可以比喻叫種 但是它的作為 例如它這個生意人 或者它是一個學者等等 它這個現象就叫做它的像 我們一般來講 這個人很慈悲 也知道它這個是 比較適合修菩薩道 那有的人呢 喜歡自己安靜 不喜歡紛擾 自己獨樂樂 一個人很快樂 這個又是二聖 那麼體來說 就是指 我們講人生的 智慧 那麼當然我們前面有講過 有這個一切智 有大種智 這些的智慧 是它的 我們講理體裡面的體 有說一個人 他今天 在家裡呢 自己呀 讀樂樂 喜歡讀書 然後研究 專研 那麼它的體呢 就是這樣子二聖 那麼有的人很喜歡去服務 很熱心 祝人為快樂 這個就是 它這個過程當中所得到的智慧 一種是一切智 一種是大種子 這個講的就是體 那麼所謂的體性裡面的性 就是我們常講的 眾生呢 都有佛性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性呢 本來是佛的這個性 我們上禮拜 有講到 我們這句是跟佛羅娜講 你今天要跟這些新界的 比丘講法 你不能呢 就是只有講基本的苦其滅刀 這樣的實施法 你要入定去觀察 這些 新界比丘的 總向體性 你才能夠呢 不浪費它的時間 給它呢 快快的 提升上來 所以呢 這個地方有講 唯有如來 之死眾生 總性體相 那麼念何事 師 師和事 修和事 雲和念 雲和事 雲和修 以何修法 以何 以何法念 以何法師 以何法修 這一段在講的 就是說 佛呢知道 另外三種法則 因為這裡面講的就是什麼 我們一般在講的是 文師修 那麼這個地方講的 念師修 為什麼是 念不是文 我們文呢 就是聽文 但是呢我們都沒有吸收 這邊聽這邊就出去了 吸收的 不多 而這個地方的 念呢 就代表呢 我們聽了以後了 有吸收進去 有記住 那麼 這個就是 念 那麼你又去想 去思維 這叫做思 那麼你又去 落實它 實踐它 叫做修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文師修的三種智慧 那麼這裡 他又在講啊 你念何事 思何事 修何事 這個地方所講的 何事 就是我們講的 所緣 你是用什麼境界來修 用什麼 對境來修 那麼菩薩他就是 斷煩惱 跟斷所執掌 跟斷所執掌 是用 怨 行 這樣去 修 三倫空 那麼 那麼 二聖呢 他就是 斷 他的煩惱 所以 他們 不同的 三種慧 是不一樣的 那麼 就在講 後面又繼續講 雲何念 雲何事 雲何修 這個雲何 是講 這個智慧 是從哪來的 和 從哪裡 和 和人 和事 二聖呢 是為了自己解脫 是因為自立 而起來的智慧 他的出發點呢 買的票呢 是自己 要得到清清涅槃 解脫 而菩薩呢 他當然也是 自立 但是他是 自立立他 自覺覺他 他的智慧 又多了一個 他 所以他的雲何 一個是自立 一個是自立 跟立他 又不一樣了 那麼 以合法得合法 也就是說 用什麼樣的法 來修這個三會 當然 主軸來講 如果要講他的法 來講 菩薩就是我們常講的 六波羅蜜 三輪體 心空 這樣的法 那麼二聖呢 就是講 這個 這樣的 方法 當然這裡面 就像我們前面 批譽講的 戒定慧 所知的戒 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菩薩戒 一個可能就是 別解脫戒 或者生文戒 那麼當然 他的慧 戒定慧 的慧呢 就不一樣 所以 看自己呢 是要扮演 什麼角色 其實 都在自信 你的願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也常常講 你要做佛做魔 是一念間 那麼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不是說馬上成就佛果 是說 你已經就變成 我們講的 六計佛 已經往佛道 在走 當然你要說六計 七計 也可以 就是你看怎麼去 給他 把四地呢 分開來 那 我們 再講 以合法 得合法 當然就是 你怎麼樣 合法去修 那這樣的 因緣 後面呢 就會有他 得到他的果 得到他的報 所以一個呢 就是 得到一個 涅槃 一個呢 得到菩提的佛果 那這就是不一樣了 那麼這一段的眾生 住於種種之地 那麼這個佛它本身 就像這個樹一樣 是很平均的 沒有分別的 但是我們眾生的 種 像 體性 還是不一樣 我們的習性不一樣 那麼所以呢 所得到的 這個 也不一樣 我們有 我們的一正二報 那麼 怎麼樣的因緣 得到 怎麼樣的 這個 所說的地位 例如說 在人 或在天 或者在二聖 或者在這個菩薩裡面 例如說 實住 實行 同時迴向 不同的 果位 然後 最後是在說 唯有如來 能夠實際上呢 能夠了解 而眾生 都不了解 而聖的人 他所能夠了解的 可能是 他後來呢 就具有慧眼 他能夠看到呢 一切呢 都是如夢如幻 而能夠自己解脫 而菩薩呢 他是 後來呢 就能 得到法眼 而能夠呢 借 假修真 能夠知道 怎麼樣 見到 日性的真心 然後呢 最後呢 成就 能夠 佛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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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能夠 見到 假空不惡 那麼 見到中道的實相 就像我們講的 三世諸佛呢 都是像心經這樣的 來修 正德無上 正等正確 對 所以並不是 都 得到一個 什麼法 然後呢 就成佛 實際上呢 這個過程 都像心經講的一樣 行聲 都像心經講的一樣 你最後 入不惡 從中道 去行 俯會二之兩 那麼這樣子呢 來屈入 所以我們現在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詮釋 從 一般凡夫的 肉眼 天眼 那怎麼樣 成就 慧眼 成就 法眼 那至於最後的佛眼 它是怎麼樣的此地 絕對不是我們自己 認為的 我看到什麼 那個真的 凡有像都是虛妄 都是 在這裡面呢 因緣流轉 你如果執著於它的有 那麼你可能就黏在這個地方 恩怨情仇 所以為什麼即使要度眾 都還是呢 如幻 你不會執著 而且不會認為 我有一個眾生可度 要明白 當你空心正大的時候 已經沒有我 哪有我在度眾生 因為這身體 是假 這個我呢 是一個概念 事實上 是因緣 是因緣 父母也生活前沒有我 死了以後也沒有我 這個我呢 是我們自以為我 因為有一個身體 有眼耳病所生意 所以我們被這個騙了 所以在這裡呢 流轉不出去 那眾生呢 就像這個前面的譬喻一樣 就像這些草藥 或者這個木木 或者枝葉 他都不知道自己呢 什麼 總 相體性 不知道 所以也不知道自己上中下 眾生不知道 所以我們明白 有時候呢 佛看我們很清楚 菩薩看我們很清楚 可是我們去看菩薩 不明白 或者是阿羅漢去看菩薩 也不清楚 因為確實有一點像上中下 你慧眼呢 不了解法眼的狀況 法眼呢 也完全不清楚 佛眼的境界 所以 如果職於一個我 就會把自己的所知 當成是真理 然後活在自己的 框框裡面 自己的習氣 自己的業力 然後在 六道裡面呢 輪回自己的 夜報 因為夜以後 就會有報 那麽整段講起來 眾生 因為 不自覺的 因緣呢 為什麼 只有如來呢 能夠知道眾生的因緣呢 包括我們 剛剛講的 總性 總相體性 包括素式的種種 因緣 根氣 然後外線的 種種的相 還有它內呢 所具的體 還有它的 本來具有的性 就是我們講的總相體性 還有它 心裡面 所想的 所細念的 所思維的 所修行的是什麼 然後它為什麼這樣念 為什麼這樣思維 為什麼這樣修 然後又修什麼 法 為 念 因為它文了什麼法 然後相應的它去修 它去念 那它怎麼樣去思維 怎麼樣去 修 就是它怎麼樣的文思修 念思修 然後又怎麼樣的法 然後得到怎麼樣的果 那麼隨著 眾生的習氣 它的業緣 在種種的 我們講的 地位 包括人天二聖 或者菩薩 那麼 只有 如來之道 眾生的 總相 體性 然後它怎麼樣的想 怎麼樣的作用 怎麼樣的法德道 怎麼樣的果 然後現在按住在 什麼樣的地 那麼這樣的 這個總相 體性 只有如來 確實能夠 了解 之道 而且沒有任何的 阻礙 都能夠明瞭 那麼就像 這個 木或者這個叢林 那麼 或者種種的藥草 它沒辦法 一虧全貌 也不能夠了解 自己呢 它現在的根系 它的因緣 一般的 這個 即使是菩薩 都沒有辦法全然了解 因為 整個的三身呢 還沒有真正的 成就 所以我們一般 到十地菩薩 以上 也就是我們在正絕位 以上 才有 對 整個法界 比較能夠 真實的理解 當然還要到妙覺 真正的佛位 我們繼續講 如來之事 一向一位之法 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 究竟涅槃常疾滅相 終歸於空 佛之事 以觀眾生心欲 而將互之事故 不計為縮一切總之 那麼這個地方呢 就整段講起來 就是佛呢 雖然能夠知道得這麼清楚 但是他不馬上講 真實意 也就是講實法 那麼從究竟涅槃一直到 中歸於空 這一段 在講說 前面呢 在講的一向一位 他有解釋 就講啦 究竟在於一切總之 和今天所講的 究竟涅槃中歸於空 實際上 他是一 就像小學 中學大學 實際上他是一 他都必須 以一個清淨心 也就是沒有執著 然後沒有自己的目的 然後呢 必須讓自己的習氣業力 能夠清淨 他實際上呢 都是以清淨心 當然有不同的階段 有不同的明相 那麼這裡面呢 如果我們講的 這個 我們講佛 有他的德 也有佛的智慧 那麼 佛的總治呢 我們一般講就是他的智德 而佛的斷德呢 就是講他的涅槃 所以一方面呢 又有涅槃 清淨 一方面呢 又能夠用悲治 來轉這個法輪 但是這樣的究竟的涅槃 就是我們現在在講的這個 乃至於一切總治 或者究竟涅槃 他跟二聖的涅槃 無為 是為了自己的解脫而離 那是完全不一樣 那麼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長期光淨土的極境 跟阿羅漢的涅槃 是我們講 宜管虧天 那是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虧 一個是他本身就已經是法生 已經是一切的法界 這樣的 朗朗清空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呢 他是常駐的 這樣的 極境 當然呢 會有這樣的 願力呢 而生起心 就我們講的 這個 正空妙有 正空妙有 像心經所講的 就是中道 裡面的 第一意的空 不是阿羅漢那樣的涅槃而已 所以我們常常講的 本來唯物 但是呢 卻能夠呢 生萬法 那麼 以 文字上來說 來解釋就是說 如來呢 知道 一象一味這樣的法 那麼就是講的 解脫法 解脫相 離相滅相 這個就是究竟 涅槃的常駐即滅 那麼最後歸於 最後的第一意的空 那麼佛既然知道 第一意空 他為什麼不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這樣講呢 那是因為如來 他觀察眾生 心所相應的 這個欲呢 代表他的欲求 因為還在欲界 他能夠讓他 有想要求的 那麼他還沒辦法來承擔 這樣的真相 所以呢 力量還沒辦法坎坷 那麼 才為了這樣的方便調教 而且互念 眾生 互念弟子 然後呢 所謂的趨順機緣 就是 繞一圈 不直接講 稍微繞一圈 來 來 啟發他 來 尋尋善佑 所以不馬上講 一切種子 那麼我們講 學友情 學友情 我們常看很多禪師 或者主事大德 他不直接講答案 我們眾生呢 就是懶 我只要一個答案 你告訴我就好 然後呢 又執著於這個答案 其實學友情的工作 是在啟發 讓佛子呢 能夠呢 自己呢 體會 然後從內呢 去突破 自己本來的障礙 我們拿了一個答案 實際上內在呢 並沒有突破 只是所知而已 甚至於可能變成障礙 就像今天在演算數學 你只希望呢 得到答案 這題過了 好 下一題 但是老師所希望的是 你要自己演算一遍 你要去 文思 甚至於修更好 然後你算出來的答案 這輩子呢 永遠都不會忘 因為你已經通了 但是人就是 認為學習就是要答案 我要知道什麼 知道什麼 不是說不能知道什麼 是自己呢 知道都是別人的 都不是自己真的理解的 所以常常會呢 打結 因為不通嘛 那麼通了以後 會不會再打結 會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 善知識會看 怎麼樣的因緣差不多了 又把原來的通的地方呢 還有盲點的地方 把它打破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大破大力 大破大力 大破大力 不是呢 都靠 善知識 是我們自己呢 我們講的頓悟 這個頓悟是有很多很多的小悟 最後呢 側見本來無一悟 但是你沒有這些 自己走過的 這些小頓悟 或者是見悟 是不可能 每一個都像六祖那樣的 即使是六祖呢 到了五祖那邊 五祖還得 讓他呢 去打工 去破 去摔 去劈財 他必須從中間劈 不露兩邊 不露兩邊 所以這些都是 祖師的 選巧 並不是說 每一個人啊 一直問 然後自己呢 只是一個紀錄器 有很多的知識常識 但是呢 都不是自己的 所以對自己的顯發 不但沒有幫助 甚至於可能會產生了傲慢 那麼檢查別人 甚至於毀謗別人 這個就很不好 各一方面要有正知見 而且 要明白法呢 也不能執著 那我們 繼續講 如等加色 甚為稀有 能知如來 隨意說法 能信能受 所以者和 諸佛是真 隨意說法 難解難知 那這一段呢 就 是因為前面啊 這個弟子啊 那些 那些 神文弟子呢 他有 做這個 比喻啊 做了祭語啊 來 詮釋自己所理解的 那麼佛在這個地方就講啊 加色啊 你們神文弟子啊 非常稀有 你們能夠知道如來啊 這樣的 隨順因緣的 說法 那麼而且 這樣的權宜說法 你們能夠呢 信 解 而且又能夠 這個信就是信解 受的啊 就是這樣 領受 也就是說你們能夠 依 教 懂了 而且呢 能夠領受 願意去奉行 所以者和 為什麼呢 諸佛是真 他的隨意說法呢 非常的玄秘 我們講 願解如來真實意 就是如來的真實意 就是如來的真實意 其實 要去理解呢 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一切眾生 是非常難理解的 那麼你們啊 這些弟子 能夠理解 能夠知道 這不是很稀有嗎 就在 讚嘆 加色等 弟子 他們呢 能夠 信 受 實在是非常的難得 我們 繼續講 而實事真 欲從宣子義 而說 既言 破有法王 出現世間 隨眾生欲 種種說法 如來尊重 智慧深遠 酒莫 思藥 不悟 訴說 有 智 若 文 則能信解 無智 以悔 則為勇士 事故加色 隨力 萎縮 以種種原令的正見 那麼 這個地方的破有法王 有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眾生都認為他是直有 所以就會有三界 二十五有 那麼佛呢 就 來告訴我們 真理法則 然後讓我們破這個生死輪迴 那麼因為這樣的絕有情 那麼依佛的這個願力 那麼我們就 就稱這個是破有法王 就是佛的意思 那麼 我們都是認為有 包括我們剛剛說認為我是有 所以佛呢 他是用空來破這個有 那麼同樣 如果是我們也認為這個法是有的時候呢 那麼佛也說 佛沒有說 任何的法 也就是佛也 不但破我們的 我有 同樣也破我們的法有 甚至於在講三聖 三聖呢 佛呢 又用一聖來破三聖 最後呢 又 告訴我們無違法可得 連一聖呢 佛也破 所以就知道說 我們常常一直在跟大家講 大破大利 那麼所謂的 大破 就是不停地突破 不停地啟發我們 讓我們 再去否定 我們認為自己所知 我們認為自己所知是正確的 那麼 也 不會認為 有任何的 執著 所以呢 能夠從中道繼續地修下去 那麼我們自己的執著 佛 佛有時候 會像 我們以前講過的 用一念無明 來破我們的 無始無明 那麼怎麼樣 比喻 這個一念無明 就是 從我們認為的 實際上是我們的無明 所自以為是 那麼佛先同事 跟我們一樣 拉 一樣的共識 然後又從 從這裡面來帶我們破 原來的共識 就像 我們講的 維莫節句子 他在跟每個 阿羅漢 去破阿羅漢的執著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阿羅漢 已經沒有煩惱 也在 某些 因緣呢 能夠 清淨 無為 但是 維莫節句子 也從他認為 他已經得到的 那樣的成就 例如說 你是說法第一 剛剛講的佛容納 然後呢 你又是什麼第一 你又是什麼第一 從你認為有的那裡 再去破 所以 怎麼樣 怎麼樣 包括佛菩薩 他逆行來 跟我們 一起 在這個五作二世 看起來好像 做同樣的事 同樣吃飯 睡覺走路 但是 會從 這個地方 來讓我們看到自己呢 原來 從這個地方下手 去修 我們最後呢 是破 我們根本的無名 所以呢 很多事情呢 就是要從 因緣裡面 去 借假修真 或者說 從 一念無明 去破 我們的根本無明 那麼 如來尊重到 不悟 訴說 這地方講的尊重 尊 就是講 我們以實法界來講 如來呢 就是最尊的 就是佛界 他是最尊 那麼 凡聖 共同仰慕呢 當然就是 最敬重的 那麼這地方的 深啊 遠啊 就是講 這個十方橫數呢 都沒有任何的阻礙 那麼這地方講的 這個 莫 也是我們都了解 莫就是 莫然 沒有講 這個 就是 久莫 他說不講 沒有講 他這個 重要 真實義 沒有講 那麼不悟訴說裡面的悟 這個悟就是指 到位的意思 我們講悟實啊 這個就是講 他並沒有 到位 沒有實說 並沒有 那麼 這個地方呢 也就是說 這一段 久莫 思要 不悟訴說 就講 許久以來 我都沒有講法華 那麼 沒有講這個法要 那麼 也沒有 這個 都沒有到位 就是沒有講真實的 這樣的法 那麼整段講起來就是說 這個時候啊 佛陀要重新再講一次前面所講的這個要義 就用 濟語來講啊 破有的法王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出世世間是從長激光淨土呢 出現在世間 那麼 隨眾生他所相應的欲求的 那麼繞了一圈 讓他們呢 法喜 那麼 做種種的說法 那麼 如來很尊貴的智慧 非常深奧 非常寬廣的這些法 那麼 法性 四十多年來呢 都 沒有講這個法華的這個 秘密 秘藥 那麼 不 真正的 到位 把它講清楚 做明白 因為啊 假設 很快的講 那麼有智慧的人 他確實能夠信解 但是沒有智慧的人聽了以後呢 他很可能就會毀謹懷疑 而且呢 抗拒 那麼就要 因為這樣的 因緣 要墮落 三途苦啦 而且永遠 失去了這樣 以後 能夠得到法義的這樣的機會 所以啊 假設 如來才隨著眾生的 能力 他所能夠堪坷 才來講法 然後又用種種的方便 因緣 來教導大家 最後都能夠得到 大勝的政治正見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 如來才講清楚 因為是在呵護眾生 不要 毀謹 抗拒 懷疑 因為這個果報呢 都 會以後都失去 以後 跟這個三寶的音緣 所以大家就更明白 為什麼 最後呢 佛才講法華經 好 我們現在來持送 釋迦摩尼佛心咒 歐摩尼佛心咒 歐摩尼佛心咒 嘎摩尼佛心咒 阿山 友佛心咒 我覺得 這個是 最重要的是 自由了白血擠 阿摩尼亚索哈 阿摩尼摩尼玛哈摩尼释迦摩尼亚索哈 阿摩尼摩尼玛哈摩尼释迦摩尼亚索哈 阿摩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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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 nord 阿摩 摩尼摩尼 阿摩尼 采迦摩尼亚索 采迦摩尼亚索 我们在持颂整体菩萨心咒 奥迦摩尼亚索 奥迦摩尼亚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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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